我不就一不小心睡了个午觉 我怎么就错过这么一场搜索大戏啊 天呐 金阳 我耳朵都快聋了 然后呢 你赢了诚哥 然后呢 你别告诉我你怂了 我就知道陆思诚肯定喜欢你 他肯定就是故意让给你的 你也这么觉得吗 放在言情小说和粉丝的眼里 确实是这么回事 他像是故意输给我的 可问题就是 我和他兑现的时候 我能感觉到 他一点都没有放水 就是想赢我 可能我赢 是因为我比他更熟悉 中路兵线和地形吧 装 你接着装 我挂了啊 不是 是真的 而且 算了 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 我就说了吧 让你不要随便离招牌 什么不跟职业选手谈恋爱啊 这种话说出来分分钟被打脸 诚哥呢 诚哥呢 他说了什么呀 你们搜了完就一句没问他 我问什么 大家都是队友 万一 我做出什么不合适的举动 被拒绝之后 以后还怎么打比赛 多尴尬啊 你真是想太多了 我当时跟爱家都没考虑那么多 我们是队友 相比起不知道结果的东西 我还是更想好好打比赛 更不想被别人说 你们女生来打职业 就是为了出名 或者是找男人 好吧 姐妹 我都开始同情你了呢 没想到啊 我们家沙雕少女 也有长大的一天 不然呢 不过啊 我作为过来人 我要奉劝你一句 在这种情况下呢 女人不要轻举妄动 男人有想法 自然会憋不住的 真的 但是 如果啊 他迟迟没有行动 那 很有可能 真的是你想多了 好吧 拜拜 Untq 诚哥 还没出门啊 你不是说 你的相亲对象约你见 最后一次面吗 这都几点了 还不收拾收拾 准备出门 怎么了 不去了 不是有人说不想我去吗 谁啊 管这么宽 你 你都听到了 又不聋 那你当时怎么假装 我要脸 我 我就是随便说说啊 主要是盼你分心 你想想啊 队友他们都希望今年能够拿冠军奖杯 还 还有 冠军皮肤 复仇叫黄什么的 冰冰 冰冰 你在这儿啊 走 我们吃罐头去 怎么了 你俩聊什么呢 什么复仇叫黄啊 没 没什么 我先回屋去了 你不出去了 不去了 你又放人家鸽子 我说改到基地门口了 这样也不用我开车出去 电子竞技没有恋爱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全国赛总冠军 知道就好 走 冰冰 吃罐头去